你關心他 但是要及時翻臉 關心他就是為了翻臉 你一直關心 一直關心去 你就把他寵壞了 現在小孩幾乎都被寵壞了 你看現在我們第二代通通被寵壞了 只要你不翻臉 他就被你寵壞了 關心他就是有一天要罵他 要打他 不然你關心那個了嗎 你看你碰到一個幹部 他昨天他小孩正好去參加高考 你今天碰到他 你能彈工作嗎 你不能彈工作 就不是你根本不關心他小孩的事情 所以你今天碰到他 昨天他參加高考 你無論如何在剪輯 你一定要問他 你小孩考得怎麼樣 他馬上心就交給你了 你不但關心我 還關心我的小孩 然後他就開始講 講了半小時 他考試怎麼樣 你一年就要翻起來了 你講那麼多 那還有時間工作嗎 我關心你 你講一句就夠了 講那麼多 這是公事 你知道嗎 他就知道了 所以以後啊 你想怎麼樣 很好 趕快說我包表寫好 我什麼都好自動報告 你才有那個力道出來嘛 整天在聊天 那就是一團和氣 一事無成 所以人要及時的翻臉 他才知道你對我笑的時候是尊重我 我就應該更加講你 我這樣整個的目標就放在這裡 下班時間聊天沒有關係 上班時間是不能聊天 但是我會聊天 聊天就告訴你不要聊天 這是陰陽 你不能說老闆問你 你小孩考得怎麼樣 我小孩本來考這個了 後來那個鬼扯 那我還敢關心你這種人嗎 這樣就對了 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 中國人怎麼搞得這個 翻臉那麼快 他本來就應該翻臉那麼快 中國人他情是給你面子 是提醒你要講理的 否則這個情是沒有作用 我對你客氣是希望你講理的 你不講理我就翻臉 我是否回家 我是否 Convention 我對你很聰明 我不會認識你 我會講理這個 在最終這一次 我會講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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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講理好話 你會講理說 有一個故事 我會講理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